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伊斯蘭文化對於我們的科學的發展有什麼貢獻呢? 其實在我們 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地方受的教育 尤其是對於伊斯蘭教的那種形式是非常非常弱的 很多人可能真的去到二十多歲才懂得分 這個伊斯蘭教究竟他不吃什麼肉呢? 可能跟印度教會撈亂的 但是在我自己心目中 伊斯蘭教在那個中世紀的時間裏面 對於那個科學是有幾重要的貢獻在這裏 其中一部份呢 現在就叫做在科豪益錄這裏 趁機可以帶出這個話題 就是在他們對於歷學研究的那個貢獻那裏 就譬如說 究竟如果我推一件物件 那件物件 它最後出來究竟是一個量有什麼變化呢? 在經過很長時間希臘的文明去討論的時候 就是說 我推一件東西大力一點 那件東西最後會動得快一點 那會不會就是那個力是跟那個速度成正比的呢? 那其實原來這些這樣的討論呢 是反覆經過這個伊斯蘭文明來去批判的 那所以呢 我會說 譬如今時今日物理學講的一樣叫動量的概念 那我們用的字叫momentum 或者在當時來講 會用一個字叫impactus 這個字 原來在那個伊斯蘭文明裏面呢 他們是有討論過這個概念的 就是究竟 我們可不可以定義一個量 是描述一件東西去動得厲害不厲害的呢? 那原來就是那種叫動量的概念呢 可以追溯到在那個伊斯蘭那個自然哲學文明那裏 是有討論過的 那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歷法的過程 那我們知道呢 其實到了這一刻 我們應該在做節目這一刻 都還是回教的齋戒穴的月份 都還沒開齋 那其實那個回教的歷法裏面呢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會用到月亮的歷法 就是用月亮來定我們一年 究竟在一年處一個什麼位置 所以不要只是以為農曆 用計初一十五滿月那些東西 只是好像很中國很農曆 基本上在整個回教歷法裏面 就是一個月亮的歷法來的 它當然有它的太陽力的成份 但是你會發覺原來很著重月亮來去計月份的話呢 在中國古代 或者在這些伊斯蘭的歷法裏面呢 都是非常之多 這種的色彩在這裏 所以怎樣叫做 以十九年為周期去補潤穴下去這件事呢 不只是在這個中國農曆文化裏面有的東西來的 伊斯蘭文化呢 其實在科學的發展裏面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現在中世紀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在那個中世紀的時候呢 歐洲是出現了基督教的興起 很多書是燒了的 其他最著名的就是阿歷山大圖書館 我們以前有講的那個女兒哲學家 在Paytia被人打死的那裏 所以有很多東西流落了去伊斯蘭那裏 另外就除了這個物理學方面呢 還有這個天文學方面呢 數學方面呢 伊斯蘭也都有很重要的貢獻 我們現在用代數的英文名字Algebra呢 是來自這個阿拉伯文的 我們現在在鏡頭裡面看到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件事呢 我覺得幾有神秘色彩的 台長你有沒有朋友幫你 拿你的出生時辰八字來去推一下升盤呢 有 當然有啦 因為 你覺得準不準啊 準不準啊 看看你用什麼角度去講 如果說我好的東西 我覺得很準的 說我不好的東西 我就不準的了 OK 是啦 是啦 很多時候我們在講這些歷法呀 觀星的東西呢 尤其是在古代很多時候就會有一種 叫做和算命有關的色彩在這裏 我們今時今日呢 去講升盤呢 大家很多時候就會想到 啊 用星座來看你那個 你那個什麼東西 你顆什麼星落了去什麼宮那裏 然後就會講到 或者有另外一套的 就會講到你那些什麼月亮星座上升星座那些 那可能有另外一套東西 那我自己不熟悉 甚至乎我會撈亂一些概念的 但是呢 其實呢 如果現在看到的畫面上面那個圖呢 就是真真正正的一件事叫做升盤 而這個升盤呢 它最重要的作用呢 就不是拿來幫你去算運程的 而是真真正正的拿來去看那個叫做定時啦 和定日啦 和看觀天的一個這樣的作用 一種比較輕巧的儀器 可以隨身攜帶 但是 令到呢 回教徒呢 可以叫做很準確地去執行 他那個的宗教教條給他們的指示 就要靠這個升盤的 你講那個指示 應該是不是講祈禱的時間呢 是的 是的 我們知道就一天就五次祈禱的時間啦 他們就不是用多少點 不是用時辰去講的 他們最主要就是用日出日落的時間 要知道啦 在那個中亞的地方 它不是完全 它在比較北半球 北位是正數的那個位置那裡 所以它那個每天日出日落的時間呢 是會變得每天不同的 其實我們就算香港也是啦 我們知道 北位22度的地方 冬天的時候 日短夜長 很遲思天亮 很早就天黑 是不是 如果你住得再北一點的地方 就更加嚴重這個情況 對於回教徒祈禱就是 它定方向很重要 因為它向聖城的方向祈禱 所以隨身攜帶 要有指示方向的東西 指南針的東西 另外就是說 要根據一個定時定後的祈禱 就是譬如說 究竟什麼時候日出 什麼時候日落 什麼時候日休在正中 什麼時候就是叫做中間的 就是譬如說介乎於日出和中午是哪個時間 什麼時候介乎是中午和日落的中間時間 所以要分得很清楚 所以它們會透過它 由太陽的方位來去定 當你沒有隨身攜帶的鐘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要去定到什麼時候要是祈禱呢? 很多時候就是你要用到這樣的太陽方位來去定 所以它們就會很積極地做一些 算是一個比較輕便 你比較需要有一些 記住一點點的規則 可能就是不需要太過長的學習過程 就能夠用到一件的器具來幫你量一下 究竟現在太陽的方位 是不是已經反映了 你已經要到了祈禱的時間呢? 這個星盤原來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由這裡開始的 你覺得簡單 我覺得不太簡單 不太適用的 怎麼用呢? 它這塊東西其實不只是一塊東西 它其實有幾層的 星盤本身有一個底盤 它的底盤就叫Matter 其實就對應Matter的意思 就是一個Matterboard的意思 就是一個底盤 OK? 底盤的外圍有些黑度在這裡 然後底盤上面呢 是可以換幾隻碟的 就像你唱片一樣 有時你換這隻 有時換第二隻 換的話你要隨著 日夜你要換 你隨著可能季節 我不知道要不需要換 我這就不太熟了 因為你是日和夜的時候 你要量的天體是不同的 日頭的時候 你就主要量太陽的方位 到了日落之後 你要量星的方位 你有另外一個底盤 換上去幫你去追星 OK? 然後再上面有一塊東西 好像一塊叫網的東西 它的那個文字就叫Ratter這樣 但是那個發音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 究竟是什麼文字 我都不太清楚 但是它就說是上面那塊Grid 那塊網的意思 上面就是 你的網上有很多這些箭咀指示 告訴你 你的黑度指到去哪個位置 然後再上面有兩支指針的 一個就是一把尺和另外一個箭頭 一個游標這樣的狀態 其實就是你要懂得那套操作 令到你將這東西要怎樣去擺 找一個什麼的目標物來做指示 然後再去量度一下究竟太陽的方位在哪一個角度 然後再去告訴你 由上面那一支碟 告訴你 現在的時間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你可以知道日規其實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現在它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它是可以隨身攜帶的 而且你可以想像一下 日規有一個麻煩 就是你那支棍也有回到上下高 就是擺的時候你的水平也要有一個絕對水平的位置 給你去擺這個日規才能夠準確 你的日規的方向不準 你的影的方向也不準的 你要配合你的指南針來幫你去擺那個方位 但是這幾樣東西可不可以做到就是 可以有一件器具就已經令到你可以 就算你站在一隻駱駝上面你都可以做得準確 或者就算你站在一個位置在一個山坡 斜斜的 你都可以透過一件東西來去擺得準 那它們就很聰明發明到這樣的升盤這件事 詳細怎麼用 我自己都不太清楚了 但是似乎就是它們設計這件事的目的就是要耕放 拿到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而且就是說它在不同的條件都可以比較 就是都可以用得到 這樣是為這件事而設 那這次這... 是 你說吧 你說吧 我想現在鏡頭看到的是不是 剛才你說的將它幾塊拆出來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它整套東西本身就是 它可以用來做一袋 但是用的時候就是裡面可能拿個底盤 還有拿其中一隻好像唱片那隻碟出來 放進去的底盤那裡 再把網放上去還有把上面的指針砌上去 那接著你就可以去用它了 這樣的意思 就是其實類似的東西 你航海時代的那些六分儀 其實都有差不多 就是都是幫你去定角度方位那些這樣的作用 但是當然就是它的局限也有不同 你追的星不同 那那個就最主要幫你度過 就是六分儀的話 就幫你將那個角度去記錄下來 那現在這個更加重要的要告訴你 究竟是對不對 那個太陽方位 是不是在對應你一個正確的時間 那它又有另外一個意義在那裡 而這個東西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其中 它有很多個不同的版本的 但是就大同小異地看到結構都差不多 那在剛剛這個星期 我找到其中一個 記錄了在另外一個科學期刊的一個文章裡面 就有一個挺有趣的發現 就是其中有一個呢 是對應在十一世紀那裡做了下來的一個這樣的升盤 上面又發現到一些痕跡 你會發現一些跨文明的痕跡 我們一直說的就是這個升盤 最主要就是回教徒有用 因為他們才有每天祈禱這個戒律去守 那基督徒就沒有這件事情要去想的 但是很有趣 原來在這個十一世紀的升盤上面 首先就是由這個應該就是猶太人 甚至乎是猶太教徒他們先整理 然後呢 後來就落入了回教徒手中 就在它上面加多了一些希伯來文以外的注釋 甚至乎還有阿拉伯的數字寫了在上面 那就是以往我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每個宗教 每個文明就弄去自己的版本 但是原來不是的 現在發覺竟然在一件東西裡面 是分別是在幾個不同的宗教都用過 從而令到它一件這樣的古物上面 是有那幾個不同宗教的痕跡留下來在那裡 所以成為一個挺有趣的一個叫做文獻記錄在那裡 那這種Eso Lab它在航海時怎麼用呢? 用來做什麼呢? 那我就不清楚他們航海時候是怎樣去用 你說如果是在後來大洪海時代 就反而是用他們六分儀的一些儀器 但是你說這些升盤的儀器 在陸上行和海上行 我想照樣都可以照樣用到的 尤其是你最主要是靠太陽方位來定 你究竟什麼時候要祈禱而已 現在是其中一個東西 當然了你定到太陽方位 那些也可能是對航海有幫助 所以如果照我這樣估計 純粹為了定時間的話 你無論在航海還是在陸上 你都是這樣用的 那會不會這件東西 在航海上面有一些額外的用途在呢? 我想等我學會了這件東西怎麼用 我再可以慢慢分析給大家 就是六分儀我自己用過的 其實相對就是你最主要讀個角度出來 就相對可以 起碼我知道怎麼用 都要有個過程 但是這件東西怎麼讀呢? 我想要花點心思去明白 但是它記錄的一些資訊 是更加豐富的地方在哪裡呢? 因為它有很多隻碟可以給你換上去 所以它對於不同地方 它那個星的方位 是都有記錄在那裡的 而且很特別的就是 它在記錄著 就是十一世紀的時候看到的那個星空 有一些星原來經歷了這幾百年 是移了位的 那原來就是不小心 這個星盤的一些設計 就記錄了十一世紀的時候 某一些星的位置在哪裡 原來竟然就可以從這裡去記錄下來 再加上它們有一個文字記錄在那裡 我就知道原來它想量的就是這顆星 但是今時今日這顆星已經不在這個位置 反過來就是原來那時候 那顆星在十一世紀的時候 應該就在和今天不同的位置上面 所以這件事就由這個考古裡面的 另外一種的得著在這裡 好 我們今天完成了所有科學新資的指數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樣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我們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會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還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有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和阿幾圖 我和阿幾圖都說了